Hello 各位朋友 來到這段影片 講講龍亭和丁文俊 唱《天龍八步》裡面的 《萬水千山中環》 首先要先知聲明 以下所講的是純粹我個人 對音樂上分享的感覺 與其他節目無關 希望大家多多包容 多多支持 好 首先這段影片 我要講解的歌詞 即是分享歌詞的情意 這首歌是顧家輝先生的曲 和黃瞻先生的詞 這兩位前輩都離開了我們 很可惜 因為曲詞都家傳戶曉了很久 這幾十年了 這首歌 在這裡值得一讚的 首先讚了 Johnny Im先生 你知道這首原曲 就是關帖傑先生唱的 已經流傳了這麼多年 其實根本上聽過這首歌的人都大過了 那首詞也是家傳戶曉 曲又是家傳戶曉 那怎麼可以在一套新劇裡面 劇我就不評論了 我只是對這首歌的講解 那麼在這套劇裡面 引申出來的這首歌 怎麼可以是現代化呢 唱得 Johnny Im 應該接到這件事的時候 咦 有些難度 應該都會是這樣 因為你怎麼去將一首家傳戶曉的歌 不過重新編出來 又不會被別人反感 以及不會是難聽 這件事要很有勇氣 以及高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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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做得到 Johnny Im先生 我在這裡就讚一讚他 真的很有勇氣 而且編出來的一首曲 就用了另外一個風格去做 即是他用了一些樂隊的形式 接著用了一種比較豪邁的形式 因為他這首歌 觀眾朋友要給他一點耐性去聽聽 因為他這首歌是很深的 他背後的意義 首先他這首歌 Johnny Im 用了一個現代的形式 配合一對樂隊去奏出來 接著將節奏的節奏應該加快了 加快了一點 可能有二三十的節奏 可能加快了 令到這首歌表達出來更爽 更爽朗 跟以前關先生 即是關電傑先生 所唱的有一點不同 因為這首歌 為什麼以前會唱得這麼平和呢 其實是有原因的 其實天龍八部是在查梁先生 即是金融先生 金融先生 他應該是這麼多本書 十幾本書裡面 最難寫的一部小說 為什麼呢 因為天龍八部 其實有看過他背後的意境 都知道金融先生是參考了 以前的 或者有機會是古的藏教 都有機會的 當然大家在網上的數據 都會找到 其實他可能是參考印度教 佛教 因為古的印度教 其實他都是佛教的 開源的其中一個源頭 好 接著他裏面 大家當是傳說 先聽 先當是古的聽 因為牽涉到宗教的東西 都比較敏感 他裏面有八位的天象 就是守護正義 其中大家知道 有天人 諸如此類 有亞修羅 諸如此類 他們在印度教裏面 編成一個名字 就是天龍八部 這八位神像就是天龍八部 金融先生用了天龍八部 這一個名詞 先當它名詞 做了這部小說裏面的主名 金融先生其實想得很長遠 就是想將這八位天象的表現 就用一個人性化的人間 即是塵世間裡發生的事情 去表達對應這八位神像的事跡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這樣去描述 所以這首詞一定是以好跳脫 所以當年黃占先生 黃占先生他想的時候 都參考了很多東西 當然在黃占先生生前 他經常笑笑口說 那些東西很容易 當然是容易 因為他已經是融匯貫通了 已經到化境 所以什麼東西 他的強項都是容易 但我們未到化境的時候 我們不會覺得很難 所以他整首歌裡面 其實他的歌詞不是很多 來來去去 都只有那幾句 大家可以看到 只有十句八句 來來去去 但是厲害的人 就是十句八句歌詞 再加上編曲的層次 因為顧家輝先生 他編曲的層次 他生前亦講解過 其實一個編曲是跟電影劇一樣 要有畫面給觀眾 當然黃占先生也說 詞是要給觀眾 當然這兩位勁人 猛人當然他是做到 時下很多年輕人 再磨練一下 還有說真的 吸收多一些前輩的東西 保持著這一樣的神緒 曲詞的純粹 音樂就會流傳到後世很遠 好 這個就是天龍百步的內遊 講了剛才的背景 當然牽涉到一些神靈裡 手詞就要好跳脫了 好 現在我們先解釋歌詞 唱功各樣東西 大家都異熟能詳 在片尾裏補充一點 這兩位歌手補充一點 首先這首歌 黃占先生就要寫到一種大俠裏的豪邁 豪邁是甚麼豪邁呢 首先就是一開始 曼水千山中環 喜劇風急雨翻 曼水千山中環 在我們現今的現代化裏面 你可以飛機飛去很多地方 但在古代其實 你穿州過省 我們現在穿州過省 有高鐵 飛機 諸如此類 你在歐洲就有歐洲之星 很多東西加上飛機 幾十萬東西 你可以去很多地方 但在古代就不是 古代其實你一個人要去第二個城 譬如你長安去洛陽 到底要多久 大家可以看回以前 你高級是整個馬車 他沒有巴士 沒有高鐵 沒有飛機 沒有歐洲之星 所以以前去第二個城 是很艱苦的東西 所以曼水千山中環 黃占先生用了這幾個字 六個字 代表了曼水 即有河流 有海 以前你要過河也挺困難的 用木船那樣東西 曼水代表河 或者隔很遠的江 比河還要大的江 譬如長江和河 那些其實是很遠的 然後天山 即是很多盡寧 然後中環 即是在古代裏面 即是可以遊走 江河和山嶺之間 是很重要的東西 因為你以前不是大公貴人 或者是你不是有些筋梁的人 或者集過帽的人 或者片裏面的大俠 你根本上是做不到這件事 因為以前就算你是富豪 你可以穿越山嶺 河流也好 你都還要有保鏢 因為以前有很多山茶 不是現在這樣 不是現在太平 以前有山茶 你過的山嶺 即是有些山寨 有些生化力前隨時拿你命 即是很多東西 所以能夠做到萬死千山中環 那個人一定是很厲害的 很厲害 古代 然後喜劇風急雨 這句就附和上面那句 你已經可以穿越山嶺 還要無畏無懼的風雨 以前的風雨就不一樣 我們現在的風雨 以前的屋 就算是宮廷也好 它是用木筍 以前沒有水泥 要麼是泥磚 要麼是木筍 大家可以看到 就算外國也是這樣 外國最多 或者開花一點 有個護城牆 但上面的建築 都是差不多 因為以前沒有水泥 多數都是用石 各種東西去擋 以前的風雨 一打的時候 你知道風雨 說得明 雨 就有一個沖刹力 可能有些山泥傾瀉 現在還未解決 都是有一定的威力 如果它傾盤大雨 如果我們中國認識的話 打下去的瓦片 隨時都會滲漏 或者打爛 以前的建築 未必有那麼堅固 所以風雨這兩個能量 對以前的古代 是比較危險的 他們認為風雨就是上天 一種能量去懲罰人 所以一提到風雨 每個人都覺得大件事 你想想這句詞 起句風急雨 連風雨也不怕 你說那個人 已經經歷了千辛萬水 那麼厲害 還要不怕風雨 你說他多厲害 所以這兩句 代表了一個大俠的出現 什麼叫大俠就是這樣 然後豪氣吞吐風雷 喝下雙杯雪盞 豪氣吞吐風雷 即是說 那個大俠已經是厲害 可以克服到所有的困難 所有的困難 這件事是很多東西 你想想用風雷來形容困難 你知道風雨已經這麼困難 再加上風雷就大件事 你想想鑊裏部落井 或者龍捐風在你頭頂經過 什麼都散了 但問題是 這個人連這些東西都不怕 比他還要更厲害 你說是不是很強 然後喝下雙杯雪盞 這句就有一兩個解釋 起碼說 以前的大俠 或者大家去過北方偏遠一點 他們很豪氣 例如有一次去內蒙古 不是蒙古 內蒙古 即是邊緣的位置 他們的帳幕 他們的歡迎儀式 就是用烈酒來做歡迎 真的是整碗 即是我們現在吃飯的碗 即是正常的碗 整碗都在一起 你不喝就不尊敬 你說他們多豪邁 所以這個第一個解釋 就是可以引申成一些人 可以看世事 可以看得好快 即是大家嘻嘻嘻嘻 可以很豪邁 就像油門民族 那麼豪邁那種情操 第二個解釋是什麼呢 就是雙杯雪盞可以形容為 即是一個大俠 他自己都有情緒 黃沾先生可能就是 由這句留下了一句伏線 就是在故事裏面 一些大俠 全部都有一個情緒在這裏 這些就是不開心的東西 即是有男女之間的情緒 那種愛戀 那種苦 有親情的苦 諸如此類 那個大俠都可以忍得住 以及可以看得化 你說多厲害呢 因為他這套戲裏 在這裏又要拆開一點 因為他這首詞太強 所以要講得深一點 因為在天龍八步裏面 其實每個主角都沒有好過 大家可以看 有些又要自殺死 為了大義而死 有些是自己喜歡的人 又求不得地喜歡別人 其實他是很多人間的情慾苦難在裏面 所以這首詞就是要講盡了 就算是大俠也好 他在生活裏面 在他正常人生裏面 都一定會經歷劫難 他也是難免經歷劫難 應該這樣說 所以是很辛苦的事 做一個大俠很辛苦 所以要做成一個大俠 是要無懼風雨 無懼陳世間的痛苦 所以四句就是這樣 然後獨廠 高峰軟灘 人生多少個關 這句就開始說了 那個大俠 以前古代是很厲害的 一群人一齊 一群人沒有多厲害 但你一個人 可以周圍去 即是附和上面的四句 你一個人又可以周圍去 甚麼都不害怕 那你說是否厲害呢 古代是否 你山賊都不害怕 那你說是否很強呢 這個人 即是去到哪裡都有 有他很強的能力出現 人生幾多個關 就是大俠裏面都有唏噓 他要不斷打遊戲 不斷打大佬過關 過他人生的難關 才做到大俠 即過了很多關才做到大俠 然後卻笑他世人 妄要將漢湖路內坎 這句又是心到磨在心 雖然做大俠很辛苦 但他可以看穿了人間 即是凡夫族子裡的困境 一般凡夫族子 如果沒有能力 就在古代賣東西 耕田 要不就做個官 即是知識此女 這樣就一世了 但以前做大俠就不是 做很多東西 他什麼東西民間做的東西都做了 然後還要做一些不同的東西 即是很跳脫 所以他這句卻笑他世人 即是說已經擺脫了一般人的生活模式 即是知識此理 網是獨立的 即是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要將 即是說你千萬不要將這件事 好 接著漢湖路 其實漢湖路是一個很深的詞 以前古代 尤其是在金庸先生的武俠世界裡 很多時分為一個戰亂區 即是戰國時期的區 例如宋朝 他這首詞的背景是來自宋朝的晚期 即是宋朝的晚期 他當時應該這樣說 很多的武俠小說 即是古龍也好 他都會將北方和南方形容成一個很大地區的意思 漢 即是我們是漢族 我們漢族在小說裡代表南方 漢族代表北方 其實加上漢族 即是說 這句詞 其實是說 凡夫族 漢族會將南北這個地區 漢湖路 即是南北的地區 即是很大 很宏大的地區 一般凡夫族族 你剛才都說過 城過另一個城 其實很痛苦 未必每個人做得到 可能那個人一生都在一個城過 他未必過到另一個城 再另一個城 再另一個城 所以一般凡夫族族 會將自己的目光 生活圈子困住 一個大俠 已經看化了所有東西 他就不會限制 他整個空間 漢湖路 即是南北的空間 即是整個大的環境 他不會限制 即是中橫四的意思 其實他第四句歌詞 其實就是和應 上面的六句 這首詞非常強勁 接著到第二段 曾相之愛相伴 一路相依旺返 這個很簡單 這個比較簡單 即是說 即是大俠也好 他也有一個感情的事 因為他始終都是人 他這個也有一點和應 一個小說或劇集的情節 或者大俠的人生 也要經歷這一波難 應該說全部人都好 都很想找一個真案 真愛 曾相之愛相伴 尤其是古代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以前古代是一夫多妻制 有很多人都不太重視愛情 有些是男人 女人就會好些 男人未必會重視愛情 因為他一夫多妻制 有錢的那些 達官貴人就找十幾個妾士 即是原配是一個 或者有些是原配兩個 這樣也有 現今社會也有 但古代更加重要 但他這個就比較極端 即是說 那個人是很想找一個 真心的人 找一個 跟其他凡夫俗子完全不同 這些就是大俠要做的正義 變成凡夫俗子一夫多妻 但這個大俠是一夫一妻 即是他很想找一個真正愛的人 這個情操很高 接著一路相依旺返 即是可以陪伴自己 即是一生一世 白頭到老 諸如此類 其實他這兩句詞 這兩句詞是 其實他在說 希望這段是一個真愛 甚麼是真愛 其實就是在人性裏面 希望找一個 由他剛好相識 真是很喜歡這個人 而不是玩玩笑的 接著白頭到老 這些叫真愛 即是現在 整個世界 直到現在都在期望這件事 但當然是沒有哪幾個做得到 即是我的朋友裏面 好像這麼多的朋友 都只有一個人做得到 當然我這個不開名 即是如果有看到我這段影片 那位朋友 即是現在都沒有什麼聯絡 但他的確是由他 POPPY LOVE 那時候結婚 不生孩子 組織一個家庭 到現在都仍在一起 沒有出去搞多一會 很善良的人 我們先回到這首詞 這兩句就是這個意思 接著是 誰知心醉豬顏 消失煙雨間 這個就是和應翻上面 即是很想找到真愛 但其實是很難的 即是找到真愛 但那個真愛 要不就死了 即是不能夠一起 就算一起 又不能夠中老 你說多無奈 所以這四句詞 其實就是和應翻上面 第一段的詞 大俠其實都是 雖然很豪氣 但大俠其實都是很無奈 即都是和普通人的心路歷程 不是做法 是心路歷程都是一樣 都是脫離不了情慾 都是很無奈很傷的事情 即大俠都過不了這件事 接著憑誰益 義無限 首先解釋這兩句 憑誰益 其實也是很深的詞 雖然是三個詞 但這句 有一點牽涉到佛計裏面 憑誰益 即是說 他經歷了N那麼多東西 其實他已經體化了很多很多東西 即是已經見過了 即是普通人未見過 他也見過了 你說這個人是不是很厲害 他已經看過這麼多東西 就是憑誰益 即是是否那些東西還是重要 這是其中一個解釋 義無限 即是說他已經看過這麼多東西 還有什麼是重要 應該是體化了 所以這六個字是很抽象的 這六個字 接著別萬山 不再返 即是說 其實是他禍應 剛才那六個字 即是那兩句 那六個字 他這個就是 就是看完所有東西 別萬山 即是說他已經看過所有東西 因為他一開始就是萬歲先山中環 你已經看過所有東西 已經去到化境 已經不重要 因為在這套片裏面很淒涼 然後不再返 即是說 這些東西都過去了 那我應該要將它放下 其實就是一個心路歷程 其實短短 即是黃占先生 短短三段的歌詞 已經是描繪了一個人的人生 就算你是大俠的人生 他都是 即是現代人叫英雄 即是你是英雄的人生 都只有這麼多 都已經是描繪了出來 你說強不強勁 只是三段的歌詞 已經是描繪了 然後到副歌 這樣就一樣了 一路去一路去一路去 這些都是迎合顧家輝先生 他編曲 都說要畫面 有高中低的畫面 顧家輝先生這首曲 有些畫面 就是他要很有層次 你知道一套戲 當然是有高中低 高潮 或者有低潮 之類齊齊齊 顧家輝先生這首曲 完全把人生的起檔 給觀眾翻了兩三次 高潮 起檔 翻了兩三次 所以他編這首副歌的時候 他重複得來 他又會回頭 這個我很難表達 因為這個很抽象 各位觀眾聽過這首歌 你自己要去領略一下 總之他會把高潮翻了兩三次 接著到結尾 萬歲千山中環 然後獨廠高峰遠灘 即是說他這句 就是和應上面所有 即是說他已經是別萬三不再返 接著就自己離開這個世界 將那些陳世間裏面遇過的事 人間有情的事 或者無情的事 他都放下了 所以他自己就離開這個世界 有兩個解釋 要麼是孤獨離開這個世界 要麼是體化所有東西 離開這個世界 整個人已經放鬆了 短短的詞 已經描繪在大俠裡經歷的事情 接著我講一講 龍亭和丁文俊 少許提議 這首歌其實他們配合得不錯 真的不錯 為什麼呢 龍亭的聲音 雖然是中音 但它飄高音的時候 大家也在上一條影片 或是沒有看上一條影片 就檢查到說明 裡面有一條連結 其實它裏面的Key有時都飄得挺高 去到F4 有些去到A4 其實都飄得挺高 接著配合丁文俊 那個聲音比較圓滑 因為丁文俊 我看了其他的歌 聽了其他的歌 其實他的腔口 都挺多用鼻音和後頭音 有時舌頭 他特意不是舌頭太實 嘴唇又不是太實 令到它很滑 令到它很滑 這東西是有好又不好的 但在這首歌上都是有好又不好 好處是它很配合龍亭的飄高音 因為整首歌 整首歌如果全部都飄高音 很澎湃就很刺意 尤其是上了年紀聽歌的人 因為對意退化 接受程度沒有那麼多 會覺得更加刺意 但是配合丁文俊這個滑的聲音 又匹配得挺好 又匹配得挺好 不錯 丁文俊的聲音 他唱得這麼滑的時候 就有一點點配合 或者附和以前關正傑先生 唱的比較圓滑的腔口 因為為什麼關正傑先生 唱得這麼圓滑的腔口 其實是有一點原因 如果站在觀眾角度 因為除了是那時候的年代 那個需求之外 就是其實 因為天龍八步裏面 其實很多事情都很悲 很慘 所以如果那首歌都很悲 很慘 就很可憐 給觀眾就不太接受到 在那個年代 所以關正傑先生 唱出來的時候 他們編排的時候 唱出來比較柔順 圓滑 令人聽起來比較舒適 比較溝淡 那種慘 丁文俊現在 現在在這個新的時代 裏面再唱的時候 他那個滑的腔口 其實都有少少和應 關正那樣東西 其實做得挺好的 Johnny Leem這件事是編排得挺好的 接著 我再講講丁文俊這件事 有好又不好 好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不好就是有些字 就會LEEP了 即是觀眾聽的時候 LEEP了 尤其是TAN字 TAN字 即是沙灘的TAN字 這個TAN字 如果他用這麼圓滑的口號唱出來 就會縮起來 因為TAN 你想想 在我們廣東話裏面 TAN這個字 大家上去查一查 是比較 應該要power的發聲 要power的發聲 應該這樣去形容 但用圓滑的口號 就會收斂了 就會變成沒有那麼響 正常的觀眾一聽的時候 為何這個音 發到有點怪怪的 這就是有個不好處 但如果配合這首歌的話 我覺得 如果下次再做 可以這個TAN字 這個TAN字 可以給多一點power 不會那麼LEEP 這首歌 要是這麼澎湃 你突然間有個字 放進去 就很怪 觀眾聽到很怪 這是善意的提議 不是批判 不要誤會 到龍亭 龍亭一把聲 其實他都是屬於 呂中音 中高音 飄高的時候 其實他 我之前那些片 也有說過 大家可以追 因為他唱的時候 他習慣的東西 就是 張開嘴 用利底音 後頭音 這樣發聲出來 其實這是他的風格 但是這個風格 再加上 他咬的廣東 尤其是我們香港 廣東話形式的發音 就未必那麼準 未必那麼準的時候 你再加上 嘴 整天都是這樣用的時候 就會發生了一個 不好的問題 好那些 當然 他的聲音 其實都是屬於靚 軟然 還有他的聲音 其實的油韌性都很大 這些就是好 不好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就是 尤其是 通常都是出現在這些 古古怪怪的字裏面 飲醉 醉這東西 其實是嘴唇 你如果 即是利那裡不用力 因為你張開嘴唇 其實你喉頭音 利音 那些東西 你未必夠力 通常就會是 嘴唇 即是你變了 少少 O 即是 O字形的發音 這樣的時候 我看到 龍亭 當然MV就還MV CDIO就還CDIO 他唱這個醉字出來的時候 其實你也看到 他的嘴唇是一條線 還是一條線 他不是用力在上唇 這些位置 你要發廣東音的醉字 就很難發得準 這東西希望龍亭小姐 改一改善一下 如果能改善到嘴唇的發音運用 相信他也是更上一層樓 這首曲詞 都分析得頗長 大家不要介意 因為這首詞太深了 兩位歌手值得一讚 很有勇氣 去唱一首舊曲新唱 配合起來也是不錯的 另外一件事 我借這個機會 還要賺一讚 對Band 對Band 其實我用這條片 裏面的聲音 都是它Official 裏面的 裏面的聲音 裏面 跳出來就會越耳更好聽 我個人認為是這樣 希望觀眾的尺度可以大一點 包容性大一點 除了兩位歌手之外 就聽到後面的Band 歌曲 非常之好 這條片又是很長 多謝各位觀眾的支持 下條片都會講講時事 還有講講古祥文 剛剛我傳唱的首歌 還有講講延明熙 因為我都很欣賞這個歌手 我是對歌不對人 是是非非的東西 就留待歷史或者世間去解決 正如這首歌 希望大家都做個大俠 好 我們下條片見 謝謝大家 拜拜 好 好 親眼 好 我 是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